大家好,我是一华 冬瓜平时用来炖排骨汤 或者是拿来红烧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很多朋友都没有试过的新吃法 做法非常的简单 吃起来酸甜可口 外酥里嫩 比肉都好吃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块钱的冬瓜 用削皮剑削去外皮 冬瓜皮比较厚 也可以用刀竖着切去外皮 然后将冬瓜切成大块 再改刀切成小块 切的时候可以稍微切厚一点 大约8毫米左右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之后 把它装进大一点的盆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玉米淀粉 也可以用土豆电锅 再用手把它盯匀 让每一片冬瓜都能裹上一层薄薄的地锅 接下来我们打入两个母鸡蛋 然后将鸡蛋全部搅匀 夏天的鸡蛋最好是现买现吃 温度高不容易保存 搅匀后把鸡蛋淋在冬瓜上面 因为冬瓜的水分较多 里面又撒了淀粉 所以很容易粘连在一起 我们用筷子先将它搅撒 再用盯盆的方式 把冬瓜搅匀 让每一块冬瓜都裹上一层薄薄的档叶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碗汁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芳茄酱 再加入一勺白糖 适量的生抽 最后来一点白醋 少量的食盐 加入一点清水 用勺子将里面的料汁全部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料汁化开 搅匀以后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油温六成热的时候 把冬瓜一片一片的下入锅中 把冬瓜煎一下 当冬瓜的一面煎至微微发黄的时候 翻过来再煎另一面 将冬瓜煎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夹出来 换进碗中 用同样的方法 再把剩下的冬瓜煎一片 哇 好香啊 煎至这样凉面金黄 再把它放在碗中 撒上一点胶盐和孜然粉 就是一道美食 接下来另起锅 把调好的料汁倒下来 开中大火把它煮开 煮至汤汁冒大傲的时候 让其慢慢收汁 然后把煎好的冬瓜倒下来 用厂子轻轻推动 把冬瓜搅拌一下 尽量不要把冬瓜捣碎了 让所有的料汁都能粘到冬瓜上 哇 好香啊 像这样的煮至汤汁 差不多凝除的时候 我们再撒上一点枸杞 再次放炒均匀 一道非常美味的酱汁冬瓜就做好了 接下来出锅装入盘中 最后撒上一点熟芝麻 再撒上性感的葱花 美味继承 这样做出来的冬瓜 酸酸甜甜的 一口咬下去 又有吃肉的口感 但是一点也不油腻 因为提前裹了淀粉和荡叶 冬瓜里面的水分不会流失 也能保持冬瓜的原汁原味 如果您没有吃过的话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真的很美味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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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